今天很高興請來二健堂中醫診所的劉永恩中醫師 跟我們講一下消化不良或是胃痛的話題 劉醫師 你好 劉醫師 其實小兒的消化不良在臨床上是否常見 都常見 通常症狀會是怎樣的呢 主要的症狀是小朋友會說自己肚痛 又或者是吃不下東西 又或者最主要是給別人的感覺就是口臭 是 是 是 大便的情況又會是怎樣的 大便的話多數都會去不了 或者開了出來都很硬 其實除了吃中藥之外 有沒有一些按摩的方法可以幫助寶寶 去改善小兒的消化不良或胃痛的問題呢 我們說最常用的是抓三里月 即你什麼時候坐在那裡冷著寶寶也可以做 還有一個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手 在手掌上 對 手掌上我們說有一個叫四縫月 四縫月 是 這樣就打橫而已 是 打橫不斷掃一下 其實就是在這個手掌上面 就是那個生命線上面 在手指的下面的中間 這些有些肉的地方 這樣就去掃它 對 打橫掃 這樣揉著小朋友的手掌 揉著它之後就可以 我們說這個位置有些調皮位的作用 對 而且這個小朋友也不抗拒 好像玩遊戲一樣去按摩著它 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今天謝謝你 劉儀師 謝謝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